大家晚安 氣象署持續針對今年第25號颱風天吐發佈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警戒區域在陸上的部分仍然包括屏東以及橫沉半島 根據最新的氣象資料顯示 這個颱風在未來的速度有放慢的現象 而且路徑的部分也比預期的西偏 因此整體暴風範圍要碰到台灣陸地的時間 延後到明天的傍晚之入夜之後 而且颱風在接近台灣的強度會減弱為輕度颱風 不過我們預計颱風還是會為台灣 尤其是東半部以及南部地區帶來影響 提醒大家還是要留意颱風的最新消息 我們先從今天晚間11點的位置可以看到 颱風已經來到了台灣南方大概310公里左右的位置 這邊的話是在菲律賓北方的近海 颱風的結構在過去這一段時間也持續的減弱 因此中心的風速又略略下降到每秒38公尺 目前還是一個中度颱風 我們預計隨著颱風進入巴士海峽 環境還是不利於它的發展 因此颱風強度有逐漸減弱 而且暴風半徑有逐漸縮小的現象 我們從未來24小時的颱風動態圖上面可以看到 這個颱風在未來會是以比較偏北的方向 稍後會轉成比較偏北北東的方向 逐漸接近到台灣西南部的海面 暴風半徑持續縮小 強度也持續的減弱 暴風的範圍預計要在明天的傍晚到入夜之後 才會碰觸到台灣的陸地 但是明天還是在整個颱風靠近的過程 我們還是在預期在東半部這邊的降雨 是會明顯的增大的 從未來的一段時間的定量降水預報上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從今天的下半夜之後 外圍的雲氣就會陸續開始影響到 包括了整個東半部甚至是南部地區 尤其是在恆春半島這邊降雨會變得比較明顯 而這樣子的趨勢到了明天的白天 到了明天的晚上這一段時間 包括在東半部尤其是花東 恆春半島這邊降雨也是會越來越明顯 南部地區的降雨也是逐步的在增加當中 最大的雨勢預計會出現在明天的晚間 一直到16號清晨這一段時間 後續隨著颱風逐漸的減弱 或者是往東北方向移動 整體降雨趨勢有逐步趨緩的狀況 因此我們預期在明天的這一段時間 包括在台東、恆春半島、蘭嶼綠島以及屏東山區 很有可能會有局部性的好雨發生 大雨的部分的話在花蓮以及屏東的地區 也可能會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現 隨著颱風逐漸的接近 沿海的風力也是逐步的增強 我們預計明天在基隆北海岸、馬祖、屏東以及蘭嶼綠島 沿海空曠的地方會有8到9級的強陣風 恆春半島隨著颱風逐漸的接近 也會逐漸的有10級左右的強陣風出現 而在沿海的浪高也是明顯的增大的 我們預計在台灣的東南部海面、巴士海峽 以及東沙島海面的外海浪高都會來到3米以上 甚至在東南部的近海以及蘭嶼綠島近海 浪高會來到3米到5米 尤其在恆春半島浪高甚至會來到5米到7米 整體的海況在明天也是持續的轉區惡劣當中 而至於明天晚上之後的話 我們先來看一下颱風未來的潛視路徑預報 那根據最新的資料上顯示的話 明天這一段時間原則上是颱風逐漸的 偏北通過巴士海峽再轉為 比較偏北北東往台灣西南部海面靠近的狀況 那整體來說由於颱風速度放慢了 因此路徑上面可能通過台灣南段時間 大概要來到16號之後了 所以整體的路徑上是有持續修慢 那也因為它待在環境比較不利的海 不利它發展的海面上久了 所以在接近台灣的時候強度也是明顯的減弱 預計在靠近台灣的時候會是一個輕度颱風 那大概在16號到17號 17號這段時間有機會減弱為一個熱帶性低漆 不過這個目前的話是目前在官方認為 比較有可能出現的路徑 但其實在整體來說氣象資料來看 整體的路徑的分歧度還是相當的大 因此從明天深夜一直到16號整體各區的影響 其實還是有一些些不一致 那根據我們目前官方的路徑 這個颱風在16號會通過台灣南端 進到台灣東半部海面 這個時候在颱風的附近的核心的雲系影響到我們 因此在花東、屏東降雨還是比較明顯的 而在比較靠近颱風中心 包括台東、恆春、綠島、藍雨 假如颱風的勢力沒有減弱的太快的話 還是很有可能出現9到12級的強震風 其中南部地區在颱風接近的時候也還是 在16號這一段時間還是會有局部性的震風 跟局部性的大雨出現 但我們也可以看到其實各氣象資料的話 除了在颱風在接近台灣西南部海面 再會轉往東北方向通過台灣上空之外 還是有另外一些實際上資料持續反應 颱風會持續會在台灣西南方海面滯流 那甚至部分的氣象資料顯示 颱風會往西南方向往南海方向前去 這樣子的路徑的話距於台灣會比較遙遠 不過這樣子的路徑的話 台東跟屏東還是處於迎風面 因此毫大雨的部分還是要特別留意 那只是說風的部分的話 強風就比較侷限在恆春半島這邊 有10級的強震風 在南部的外海上也還是會有比較大的震風出現 因此整體來說不同的路徑 對於台灣的風與影響程度就會有所不同 不過雖然在台風的後期的路徑 路徑的分歧度還是相當的高 但是明天在台風接近的過程當中 花蓮、台東、恆春半島以及屏東 這邊的降雨會逐漸變得明顯起來 而且開始會有局部性的豪雨出現 那風力的部分在恆春半島也會逐步的轉大 那由於後續台風的路徑還是有些不確定性 提醒大家要多留意台風的動態 並且提醒東半部、南部的朋友要做好防台準備 尤其是台東、屏東這邊的以及綠島蘭嶼的朋友要特別留意 姐妹們總煩惱臉上細紋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此為止 今次的深刻 總和歌謎監製成 使用 GP 國族